最近因为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有人喜欢拿战狼外交来攻击中国的外交 给中国外交扣帽子 试图污名化中国外交 毫无疑问 这些攻击是充满恶意的 他们是想通过把中国外交戴上战狼的帽子 然后借此打压中国 迫使中国的外交变得更加绵扬 如此他们就好瓜分中国的利益了 就可以趾高气扬颠倒黑白 恃无忌惮的攻击 批判甚至审判中国了 中国不过是面对他们的抹黑 为自己争辩了几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 结果就非要以战狼来形容中国外交 这表明相关藩的心理非常的阴暗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有能力有勇气 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公平正义的中国 他们就想通过扣帽子的方式来打击中国外交 对着中国喊蓝来了 从而满足自己的蓝子野心 这是痴心万象 西方到底都如何的污蔑中国外交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据德国美日禁报12月8日 以中国的战狼为题刊登了一篇批判性报道 指责中国战狼外交 写这篇报道的是一名成铸俄罗斯和东欧的记者 从简历看没有中国经历 报道称德国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 11月18日举行所谓的中国人权听证会 交至中国大使馆的批评 文章指责中国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 并应验德国绿党反华议员报失的话说 中方外交官的举止更具有侵略性 中国实行战狼外交 为了进行顺乱 报道还搞了一个红色的叉字 旁边解释说 这个字是强大的标志 是表示权力的中国汉字 看到没有 这就是西方的逻辑 一 写报道的人不懂中国 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中国字都搞不清楚 这样的人竟然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还不断地黑中国 这不是无脑黑是什么 二 德国及西方自己的人权问题一堆 诸如澳大利亚等国在阿富汗的行为 德国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不去关注这些 却不断地讨论抹黑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大使馆当然可以批评德国 难道说只能够德国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 颠倒黑白指责中国 中国就不能够辩解和批评他们颠倒黑白了 仅仅因为中国对德国的讨论表示批评 就说中国外交更具有侵略性 就说中国实行战狼外交 这是什么逻辑 12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表示 中国从来就是离职帮以和为规 从没有主动地挑衅别人 也没有跑到别人家门口 更没有到别人家里去挑事 现在恰恰是别人到了我们家门口药物扬威 对我们家务是横家干涉 还喋喋不休的对我们进行辱骂抹黑 我们无路可退 不得不奋起置位 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和中年 战狼外交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番吧 又一个话语陷阱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放弃抗争 我怀疑这些人还没有从一百年前的旧梦里醒来 陆部长说得非常对 这就是典型的西方国家 没有从旧梦醒过来的典型 他们认为欺负中国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必须打不还手 骂不缓口 否则就是中国威胁 就是战狼 如果维护国家利益 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就是战狼 那我们就战狼了又如何 如果反击你们这些恶狼 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就是战狼 那战狼又如何呢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16日 例行记者会上就做了这样的表态 从根本上讲 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 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方法 目的是让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缓口 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 这些人应该明白 中国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 中国外交代表和捍卫的 是占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 是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尊严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为了维护中国自身震荡的合法权益 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与尊严 为了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 就做战狼又何妨呢 今天我们是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公平正义的战狼 如果你们这些恶狼在频频的挑衅侵害我们的利益 那我们就将成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狮子 西方以所谓的战狼外交来给中国扣帽子 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 是中国强大后的一种新的语言心态 这种心态表明两点 一 中国已强大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外交无可奈何 从而不得不在语言上找便宜的地步了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 会发现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语言心态变化 他们最近给中国外交扣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帽子 是这么多年来心理上的最弱势的一次 战狼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强硬了 不好乐了 他们不适应了 然而面对中国对西方的强硬 这些西方列强也无可奈何 于是就只能够找出来一个战狼外交 来表达对中国维护自己国家利益 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不满 对一个国家不满意而又无可奈何 并且只能够在语言上找点便宜 这充分地说明中国真的开始强大了 这就是真相 事实上 所谓战狼外交 好像还是国内某些人率先叫起来的 国内有些人对中国复兴的民族主义情绪很不满 对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政党权益表达对西方的不满 于是就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称起为战狼外交 其实对中国外交表达强硬就觉得战狼了 那是自己心中无骨所致 这种态度根本不值一提 中国越来越强大 中国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必然会越来越明确 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更多 无论是相关人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得慢慢适应 二 中国还需要更加的强大用力量让他们闭嘴 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维护自身震荡权益和世界公平正义称为战狼外交 既表明了中国已经开始强大外 也表明了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强大 因为如果中国强大 他们一定不会再受中国战狼外交 而是会选择站在中国一边 就像美国 西方国家不但不批评还会与之威武 无非是因为美国势力很强 中国需要用力量让他们闭嘴 就需要继续的发展增强力量 两岸云生提不住 青州以国万重上 中国外交必然要经历两岸不断提教的云生 但中国外交必然是坚定前行 多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